Blackpink成員Jenny和师兄GD的绯闻向来备受关注 23日网上却传出一张疑似是他在冀州岛度假的照片 陪在身边同游的近视防弹少年团的V 近日一位网友在论坛上po文 爆料疑似看到Blackpink成员Jenny与防弹少年团的V 私下前往冀州岛租车旅游的照片 照片中只见一位打扮轻松的男子戴着太阳眼镜开着车 而坐在副驾驶座的女子不仅外貌及气质像极了Jenny 他所戴的墨镜还与Jenny所代言的墨镜同款 因此认定女子就是Jenny 而照片在网上流出之后掀起热烈讨论 但眼尖的网友也发现可疑点 因为Jenny的发色早在4月就已经染成橘色 日前他在IG上所公开的近矿照也是举法 但照片中的女子却是黑发 让不少人怀疑照片被动过手脚 事后原po承认该照片确实是P图 让本子相当愤怒 认为他在刻意炒作有损艺人的名声 遭到大批网友痛骂 接着原po便将个人社群账号转为私人账号 避免遭到恶意攻击 而烧倒Jenny所属的YG娱乐也做出回应 晶晶表示无可奉告